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領多個司局長 包括新任官員到北京 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慶祝活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機前未有回應傳媒提問 她會在北京逗留4天 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慶祝活動 7月1日回香港 隨行到北京的特區政府官員 還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衛 新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等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塞也應邀到北京 林鄭月娥離港期間 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主任行政長官職務 星期二的行政會議將會休會 一行人抵答北京之後 下午3時多 林鄭月娥先到下塔的酒店 之後多個官員也乘專車陸續抵達 代表團一共有70多人 全程需要接受敗環管理 美星電視機者、曾靥師 亨營 電視橫鈴 覓 europ 機構